大家好 剪影片上字幕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 但是隨著科技的進步 現在免費軟體剪印 已經大大的簡化了剪片的功能 今天來教大家快速剪教學影片的技巧 我使用的是剪印的最新版本 請自行去下載安裝 今天我來示範剪學有無線社團直播影片 將我直播影片下載下來之後 按導入 將影片導入進來 將素材拖拉到時間軸 將時間軸稍微放大 音量有點爆掉 所以我們調整一下音量 前面這一段呢 是介紹學有無線社團的 這一段我不要 因為直播當下是要讓 第一次看直播的老師們 知道我們社團的運作方式 可是我們在剪精華的時候 是不需要這一段說明 預計影片要從這邊開始 然後將前面部分把它剪掉 接下來第一個技巧 智能剪口波 在上面的地方呢有一個布局 那你點進來的時候一開始是默認布局 所以我們在初剪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把整個影片看過一遍 這個部分 最花時間 那現在剪印新增的功能 智能剪口波布局 把它選下去 接下來畫面會自動去偵測 所有影片中有講話的部分 它會將影片 變成是 純文字模式 所有你講話的片段會自動辨識 講話的文本 停頓的地方 它會給一個時間標記 告訴你我這邊停頓多久 簡單的說 以前我們在做初剪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把影片 從頭到尾 看過一遍 然後把要的部分把它截取出來 再去做後製的加工跟處理 可是現在我們不用這麼麻煩 智能剪口波 就是將我們影片 初剪的過程 你要把從頭看一遍的這個過程 簡化成 你只要看文字就可以了 一般在看文字的速度是比你看影片 聽影片的速度還要快很多的 所以這樣子可以大大的去 減少我們初剪的時間 那這裡要特別注意是 你要增加智能剪口波 初剪的效率 你的收音就一定要清楚 如果你收進來太多環境音 或是太多雜音的話 智能剪口波的效率就沒有很好 智能剪口波需要讀取一段時間 所以請耐心等候 完成之後你看一下左邊 左邊有很多個時間標記 這邊代表是我比較長時間沒有講話的片段 他都幫我標記出來了 教學影片裡面我們必須要把 停頓太久的片段把它剪掉 這邊他已經自動幫你識別出來 在這裡選擇標記無效片段 他要把停頓還有語氣詞 跟重複的部分 全部幫你標記出來 這邊標記出來總共有595個片段 在這邊我直接按刪除 他自動幫我把 停頓 語氣詞跟重複的部分 自動刪除 因為我直播影片時間都蠻長的 所以在這邊需要一點時間去處理 有好幾度我都以為他當機了 其實沒有 真的要等一下 這邊全部刪除完畢啦 接下來怎麼去操作呢 大家有看到 左邊智能剪口波的字幕 跟我們右邊影片 是互相搭配的 那麼以往我們都是看右邊影片部分 去擷取我要的 可是我們現在改變做法 我們看左邊字幕部分 去擷取我要的 去刪除我不要的 這邊可能這一句是多餘的話 那我就用滑鼠把它圈選起來 接下來 會出現選項 我們把它按刪除 好你會發現說 右邊影片的部分 也同步被刪除了 刪除的部分會用 反黑有一條橫線來表示 如果你想要反悔的話 只要在原來刪除的這些字上面 把它選取 這邊會出現一個恢復的選項 就可以把剛剛刪除的片段把它恢復 所以我在初剪的時候呢 我就改成 觀看左邊的 智能剪口波字幕 接下來這部 直播影片有 二三十分鐘 那我就從這個 智能剪口波的文本裡面 去挑出我需要的 教學片段 這樣真的可以大大的 減少 鋪剪的時間 全部剪完之後 接下來我們在這個地方 按 默認佈局 接下來選文本 選擇左側 智能字幕 選擇 開始識別 這時候它就會自動 識別字幕 只要你的收音 收得好 原則上 識別出來 準確率會到達 百分之八九十 完成之後 會在你的時間軸上方 形成字幕列 你點選字幕 在右上角文本的地方 我們可以選擇 系統的字體 現在剪印裡面 已經有內建繁體字體 你可以選擇 現代繁體 調整一下字型的大小 你現在看一下是不是看不清楚字 那是因為被 畫面擋住了 通常我會在這個地方選擇 幫字加上黑框 所以你看一下字字就出來了 調整一下字幕的位置 接下來我們就開始 校正字幕 怎麼校正呢 在右上角點選字幕 校正裡面我們會做幾件事情 第一個錯別字 第二個斷句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個錯別字 像第一個這油碗的油 它打成游泳的油 我可以把它選起來之後 按右邊的茶藻替換 然後將這個油碗的油 全部改成油碗 正確的字 把它更正一下 會將字幕裡面 全部 替換掉 好像這邊 玉如老師的玉 打錯了 我一樣茶藻替換 然後全部換成 正確的字 這個過程可以讓你 校正的時候 非常方便 接下來斷句 如果想要斷句的話 我就在斷句的地方 直接按Enter 它就會自動幫我的字幕斷句 如果想要將兩個句子合併 一樣的方式 要合併的句子 最前面 按返回鍵 它就會自動將兩個句子合併成一個 在簡易裡面製作 超級簡單 那因為辨識率很高的關係 所以校正字幕 通常只會花你影片時間 大概1.5到2倍的時間 比如說我現在影片初檢是 9分07秒 我大概會花10到20分鐘的時間去校正字幕 接下來我來詳細校正一下字幕 字幕完成了 在這邊你可以直接輸出 但是裡面內建的繁體中文 還是有些字跟我們平常用的不一樣 以凡萬一 我還會多做一件事情 右上角導出 在這裡我選擇 只將字幕導出就好 導出 將導出的字幕用Word打開 文字編碼的話 選擇預設的UTF8就可以了 進來之後全選 在上面的地方教閱 選擇 簡體轉繁體中文 然後儲存 關閉文件 將這個字幕文件拉到我們媒體素材庫裡面來 它會出現在本地字幕的地方 將原來的字幕隱藏軌道 將我們剛剛轉好的繁體中文字幕把它拉進來 它就會自動加載 一樣在字形的地方選擇系統 調整字體大小 調整位置 稍微過一下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這就是完全正確的繁體中文字幕 接下來按導出 在這個地方字幕就不用導出了 然後選擇視頻導出 打好標題之後按導出 之後就會生成一個影片帶有繁體中文字幕 好 以上就是我使用剪印 快速剪輯的技巧 我使用這方法的話 一般教學影片 大概在兩個小時內 就可以完成 包含影片的剪輯跟上字幕 相較以前傳統的剪輯方法 其實速度已經快非常非常的多了 如果你有製作教學影片的需求 趕快學起來 好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